这期继续讲玉石第34篇 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现墨西沙敞口之后 再没有新的敞口出现 楚天祥把三块石头都看完了 他对那位秘书说道 我们回去吧 秘书赶紧领着楚天祥来到办公室 几个人正在喝茶聊天 见到楚天祥进来 沈群生问道 天祥都看完了 嗯 看完了 有点事我想先还跟您沟通一下 楚天祥说道 沈群生一听 就知道楚天祥要出手了 连忙站起来说道 咱俩去外边吧 两个人来到走廊 楚天祥问道 沈总 你是想切掌 还是看品相 具体怎么说 沈群生没太明白 能切掌 但品相一般 诺冰最高 但出东西都有色 而且很阳 要品相 就得冰种网上了 有点难 沈群生微微一笑说道 品相一般 要是戴色也行 你都给做成成品 反正年底 我也得给员工发福利 发这玩意心影 楚天祥笑了 不至于那么差 你们大老板 要的不是高冰 就是玻璃种 这回真没有 沈群生说 你看着办 我只要切掌 看着过瘾就行 这句话 尽嫌有钱人 拿钱不当钱花的任性 两个人回到房间里 任总有点紧张地看着二人 楚天祥坐下端起茶杯 喝了口水 然后对任总说道 任总 咱们商量一下价格 先说第一块 那块最小的翁巴列 你看什么价格 任总犹豫了一下说道 那块表现非常好 出玻璃种的概率非常大 两千五百万 这是我的进价 我不加了 运费我认赔 楚天祥听完笑了笑 又问道 那块黑石头什么价格 黑石头一千八百万 也是进价 兄弟 我不是玩这东西的 怎么来的 怎么出去 那最大的那块呢 楚天祥心道 我信你个鬼 最大的那个两千六百万 任总有点不耐烦了 问完价格也不说要不要 急死人了 楚天祥想了一下 说道 任总 赌石这东西 一人看一个价格 我说个价格 你要同意 我们就成交 任总点了点头 那你说 你准备要那块 如果价格合理 三块我都要了 我先说 那块七十多公斤的黑乌纱 八百万 任总一愣 头马上就摇得跟波浪股似的 太低了 太低了 我的本钱都不够 楚天祥紧紧盯着任总的一举一动 见他摇头说不行 说道 任总 我就是瑞宁人 这种石头在瑞宁什么价格 我知道 我给的价格 你没赔钱 你这价格真不行 也许我拿得高了 我不能赔得太多 任总还是不答应 楚天祥寻寻善诱 任总 这东西不是那些明码实价的东西 像什么冰箱电视似的 赌石就是一个人看一个价格 第一块你就这么咬死了 弄得我们还真没法往下谈了 楚天祥往椅子背上依靠 一副无可奈何的表现 任总一见楚天祥的表现 心里有点着急了 他说道 我降点可以 但没有太多 一千五百万吧 楚天祥寻寻善诱 任总 这东西不是那些明码实价的东西 像什么冰箱电视似的 赌石就是一个人看一个价格 第一块你就这么咬死了 弄得我们还真没法往下谈了 楚天祥往椅子背上依靠 一副无可奈何的表现 任总一见楚天祥的表现 心里有点着急了 他说道 我降点可以 但没有太多 一千五百万吧 这回轮到楚天祥摇头了 他断然说道 任总 估计您是被货主骗了 这种石头 在瑞宁不可能过千万 您这石头拿得都太高了 看来是谈不成了 沈总 我们走吧 说完 他转身出门 沈群生和朱先生 正看得心中高兴 谁知峰回路转 楚天祥这说走就走 那就跟上吧 事先说好了 都听楚天祥一个人的 沈群生连忙跟任总告辞 然后和朱先生也出了房间 楚天祥对他二人低声说道 聊点别的 别说石头 沈群生马上就开口道 晚上吃点什么呀 天祥请客吧 朱先生也说道 去吃西餐 我请你们 楚天祥一听 马上头就大了 他也不管是不是真的 连忙说 坚决不吃西餐 吃不饱 哈哈 朱先生和沈群生 忍不住大笑起来 三个人边说边来到车边 楚天祥开始有点小紧张 怎么还不打电话 沈群生刚一坐上车 他的电话就响了 拿起来一看 是任总的电话 他对边上的朱先生说道 我发觉 天祥这孩子平时挺老实 一碰到赌食就变得滑头了 朱先生说 我也觉得有点 平时平和大度 不争不抢 一谈赌食 一分钱都跟你争 沈群生接起电话 嗡嗡了两声就放了电话 对朱先生说道 上去吧 同意卖了 两个人下车 后面的楚天祥一看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因为任总不太懂石头 他这才使了个欲擒故纵的招数 三个人往楼上走 楚天祥提醒道 两位叔叔 这三块石头没那么好 别期望值太高了 朱先生说 只要能切涨 不管涨多涨少 你都算完成任务 那没问题 楚天祥霸气地回应道 回到房间 任总抱怨说道 老沈啊 你这兄弟太厉害了 让我赔了好几百万 沈群生按道 赔了好几百万你还卖 骗鬼去吧 嘴上却说道 谢谢任总大度 我这兄弟看石头的价格绝对准 不会故意拉低价格的 这个你放心 如果价格出现太大的偏差 那你一定是入手时 价格买高了 第一块就以八百万的价格成交了 楚天祥接话说道 任总 那块最重的石头 你也别两千多万 就是个懦种 赌的就是 里面有没有色 赌性太大了 色不尽 那种石头连一百万都不值 而且 重还不见得好 但是个头够大 这么办吧 一千两百万 你看怎么样 任总这回没犹豫 断然说道 绝对不行 距离本钱差得太多了 说得坚决无比 又陷入了僵局 楚天祥想了想说道 一千三百万 我不在家了 行我就拿着 任总还是摇摇头 兄弟 你的刀太快了 我真受不了 这么谈买卖 我还不得把裤衩都赔进去呀 那这块就没法谈了 赌石讲究看多少给多少 太高 我还真看不到 话音刚落 任总的电话响了 他接起来一听 高兴地说 好 好 我这就下去 放下电话 任总对三个人说道 不好意思 我来一个朋友 我下去接一下 说完起身出了房间 沈群生看了一眼楚天祥 见他没啥表情 转头低声对朱先生说道 估计又是买石头的人来了 所料不差 任总陪着几个人走了进来 三个人一看 认识 金门的大富豪 胡总 胡义 胡义带来的两个人中 有一个是楚天祥 在燕山会见过的 应该是赌石大王 孙正平的弟子 胡义一进门 就看见朱先生和沈群生 再一看 楚天祥也豁然在座 他哈哈大笑说道 我以为是谁来看石头 原来是两位大老板 还有一位赌石大王啊 朱先生说道 老胡 你这鼻子太灵了 哪里有石头 你都闻得到 胡义不以为意 他说 老沈 最近切涨没 我可听说前一段 你赔了不少 沈群生指着楚天祥的说 还不是因为这个小子 我要是知道是他在赌 说什么 也得跟啊 胡义哈哈大笑 玩味地看了楚天祥一眼 然后说 我这是来晚了 有小楚在 我是没希望了 楚天祥时刻警惕 这位金门大佬 他说道 胡总 不好意思 我们就谈好了一块 还剩下两块 要不你也看看 胡义一愣 这次没想到楚天祥这么好说话 他对任总说道 那我就先看看 任总巴布的胡义也看看 这样才好卖个高价 他连忙起身陪着胡义去仓库看石头 把秘书留下来陪着楚天祥三个人 过了半个多小时 胡义几个人回来了 坐下后 胡义对楚天祥说道 小楚 你先谈 谈不下来我再谈 老胡是讲规矩的人 哈哈 楚天祥一听这话 就知道孙正平的弟子 也看中了剩下的两块石头 连忙说道 胡总来了 我也就不磨叽了 他对任总说道 我两块一起开价 如果胡总的价格高 您就卖给胡总 我没意见 说完 楚天祥拿出纸笔 写下了两个价格 沈群生探头要看 楚天祥没让看 写完折了一下 直接递给了任总 任总一看 心里高兴 这等于拍卖了 价高者得 对自己有利 他笑着说道 那我就谢谢小楚了 到现在 他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姓楚 胡义一愣 他没想到楚天祥用公盘拍卖的方法 他本想看看 楚天祥的价格开到多少 然后再确定自己的选择 楚天祥却没给他机会 胡义面无表情地看着楚天祥 这小子从来都跟我作对 不过现在还得争取跟他合作 这是个人才 我老胡是爱才之人啊 他低头和孙正平 那个弟子商量了一下 那个弟子也写了个纸条 刚要递给任总 胡义猛地拦了一下说道 慢着 众人一愣 都看向胡义 老朱 要不这样 你买的我要一股 我买的给你一股 怎么样 本来这是沈群生找来的石头 朱先生也没说要 但一般情况下 应该是两个人各占百分之五十 至于楚天祥 根本没想要利润 他就是过来帮个忙 而且 这两个人对他还是相当不错了 朱先生根本没想到 胡义提了个这么奇葩的建议 他看着胡义 点点头 好 没问题 现在就看谁能赢了 老胡 你选得可千万别切垮了 沈群生一旁也笑着说道 胡总跟庄还可以 坐庄就危险了 沈群生的意思就是说 跟着他赌 就一定能赢 胡义自己赌的就很危险 楚天祥本来不想 让胡义知道自己第一块石头的价格 但现在也没办法阻止了 胡总现在也是股东了 胡义嗨嗨一笑 说道 那就赌今天晚饭的 看看谁掏钱 说完向那个弟子努了一下嘴 那个人把纸条递给了任总 任总接过纸条看了一眼 虽然表面上看去风轻云淡 但心里却非常欣喜 两块石头的价格都能接受 他抬起头说道 大石头归小楚了 小的归胡总 任总很谨慎 没有说出每个人的报价 但胡义伸手要过两张纸条 张嘴念道 大的 一千五百万 小的八百万 这是小楚写的价格 我写的是 大的八百万 小的一千五百万 哈 出轨了 正好相反 胡义有点迟疑地看了楚天祥一眼 似乎想退缩 但转瞬间就哈哈大笑道 小楚这是给我老头子面子 老朱 老沈 晚上一起吧 先切石头 朱先生说道 你老胡到了京城 怎么我得请你吃顿饭啊 话是免里藏针 这里是我的主场 你一个外乡人 别太张扬 胡义听明白了朱先生的意思 他毫不介意 说道 石头去哪切啊 这买回来了不切开 心里太难受 沈群生想了想说道 去石里盒吧 那里赌石垫多 应该有大具 任总抢着说道 一桩这里就有大具 都是切大理石用的 跟切赌石那种一样 他也想看看 自己的石头到底切什么样 朱先生说道 先切那块大的吧 石里盒应该没有那种大具 楚天祥是真不想当着胡总的切石头 但他也知道 这根本不可能 这帮大佬现在就喜欢这种刺激 转完款 几个人下楼 往货车上装石头 一群人跟着任总来到一个厂区 任总下车跟管事的人说了几句 事情就办妥了 楚天祥拿着笔在石头上画线 边上几个人都在闲聊 只有孙正平的弟子 不顾嫌疑地站在边上仔细看着 机器轰鸣 朱先生问楚天祥 得切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吧 石头太大了 楚天祥回答道 朱先生说道 我们也不能在这里干看着 找家茶楼坐一会儿吧 几个人都同意 准备上车走人 楚天祥却说道 你们去吧 我在在这盯着 累了就去车里待会儿 几个人知道他不放心 就没管他自行走了 孙正平那个弟子也没走 等着就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 他看着楚天祥问道 楚先生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这块大的最多不过懦种 色尽也许有可能 但赌性太大了 您怎么给那么高的价格 哦 我姓岩 岩色的岩 叫岩正 是孙老先生的弟子 岩正姿态放得很低 一副虚心请教的口吻 比楚天祥接触的前两个孙正平的弟子强多了 一个是飞扬跋扈 目中无人的欧阳不凡 一个是心思缜密 前笔跌亲的赌食店老板韩总 叫什么名忘了 楚天祥心软 见到岩正人很低调地问这个问题 就说道 色料跟种水料不一样 除了沙粒和填充物的变化判断 还有就是圆生色和次生色的判断 以及色带走向的判断 这牵扯到矿物质的成分 在以前 矿物成分是根据手感来判断的 这很难 比如这块料子 外表松花很多 但没有成片的 而且松花蟒带都是很细小的 从表象上看 里边应该没有大面积的色 我现在不跟你说 切开之后你看吧 另外 整体看 这块石头应该是糯种 局部也许出点糯冰 俗话说 龙到处有水 有色的地方种好 现在就看色多少了 岩正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又说道 楚先生 我跟着孙老先生也学习了不少年 但对色料还是一知半解 很难判断准确 也许真是我太笨了 楚天祥笑了 我不知道你们学的技法 但我知道 你们对种水料非常厉害 岩正见楚天祥态度和蔼 并没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 他进一步说道 楚先生 以后能不能常联系 我好过去请教请教 楚天祥说 请教谈不上 互相交流吧 赌石的技法 对天生的悟性要求太高 你别抢求 也别觉得我自傲 几百年下来 还真没学出来几个人 只要谈赌石 楚天祥就充满自信 他的话还真没夸大 随后 两个人随意聊了很多东西 楚天祥感到 严正这个人还算周正 至少没有那种 侠迹自重的感觉 人还算很实在 两个人聊得还比较融洽 时间也就过得快 转眼间 石头切完了 楚天祥让工人 把其中的半块放倒 楚天祥是在石头 三分之一处下的刀 小块那个 大概有二三百公斤 石头刚被掀到 严正比楚天祥跑得还快 他蹲在石头边 打开手垫开始看石头 一到两只宽的色带 贯穿了整个切面 色不淡尽了 还形成色带 大涨 严正抬起头满脸疑惑地 看着慢慢悠悠走过来的楚天祥 开口问道 楚先生 为什么 这个时候 朱先生 他们回来了 几个人下车 快不到石头旁边 朱先生问道 怎么样 说着 低下身子 开始看石头 胡逸看了一眼严正 也低下了身子 沈群生低声问楚天祥 长多少 楚天祥苦笑道 沈总 不带这样的 就不能切垮吗 不能 楚天祥哪会切垮 沈群生一本正经地说道 朱先生站起来问道 就是个糯种 有色的地方 应该到了糯冰 还有什么出奇的 楚天祥一听 差点没哭了 这帮大佬看冰种 和高冰的看习惯了 对这种不是很通透的翡翠 根本不感冒 楚天祥故意 雷朱先生一下 不出意外的话 有满色手镯 什么 胡逸站了起来 还没等朱先生 表现出来异常 胡逸到贝雷的不轻 哦 我明白了 顺着色带切 也许真有手镯 胡逸的赌食水平 就是比那两个人高 他自己 还总去瑞宁赌食 楚天祥笑了笑 没说话 沈群生没开眼笑地问道 下面怎么办 楚天祥说 照胡总的意思 顺着裂切 不过这个机器太废料了 还是找由切剧吧 人总在边上一言不发 他知道大涨了 真有点后悔 石头卖便宜了 但是已至此 也只能看着别人狂欢了 几个人去石里河 这是京城另一个大型文王古董花鸟鱼市场 在他的周边也有不少赌食店 赌食是最近几年才在京城兴起的 据不完全统计 现在全城大概有几百家店铺 但绝大多数都是小店 十几平米 一台手切剧就能支起一个赌食摊子 京城人不懂赌食 但赌银很大 现在正是丰米全城的时候 不懂赌食还愿意赌 那就是给店里送人头了 所以 早期就干赌食店的老板都吃得满嘴流油 像这种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的行业还真少见 胡逸对这里很熟悉 领着几个人来到一家很大的店里 店老板一见大老板来了 连忙上前打招呼 胡逸说有几块石头要切 老板满口答应 看来胡逸在这家店里没少花钱 石头放在机器里 胡逸对老板说道 我这块翁巴裂的料子也要切开 现我已经花完了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店里开始陆续上人了 看见又有切大石头的 来的顾客都围上来观看 说实话 店里还没见过表现这么好的翡翠笃石 两块石头都放在切具上 朱先生说道 先去吃点东西 一时半会儿也切不完 别说几个年纪大的 就是楚天祥都有点饿了 几个人随便在附近找了加快餐店对付一口 然后赶紧回来看石头 翁巴裂切完了 结果很不理想 脱纱的地方种好通透 不脱纱的地方就是诺种或诺冰种 这种不带色的诺种白色翡翠 基本就没什么加工的价值了 看看外皮脱纱的地方 再看看切面 胡逸阴沉着脸 这变种变得也太厉害了 所谓的变种就是在一块翡翠 有两个种分 好的坏的都有 一边是冰种高冰种 边上就是诺种 这是大自然的神奇 却是玩石头人的悲哀 有一种说法叫 种差一分 价差十倍 尤其是赌石 像这种脱纱地方种好 不脱纱的地方 种差的石头非常多 很多人都去赌不脱纱的地方 没有变种 比如胡逸这一次 但老天爷不给他机会 赔钱是一定的了 边上很多围观的人看不懂石头 就看见脱纱的地方通透发黑 都嘖嘖称赞 石头切账了 可是听见这种称赞 胡逸和严正觉得特别的刺耳 俩人都是一肚子活 却不知道朝哪发 楚天祥知道 这块石头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所有脱纱的地方挖出来 但这就是慢功夫了 楚天祥对店老板说道 我这还有一块黑乌纱 你也帮我切了 店老板点头答应 他现在小心翼翼 不多说一句 生怕那句话得罪了胡大老板 他切过无数石头 也知道这块翁巴裂的脱纱料切垮了 这边正在装黑乌纱石头 那边那块小的黄皮子料切完了 工人一打开切具 周边围观的人一阵阵惊呼 全是绿的呀呀 满色手镯有了 好几十万吧 这下暴涨了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站在外边的楚天祥却没动 沈群升级出人群 猛地拍了楚天祥一下 说道 天祥 厉害 满色的手镯呀 胡一也出来说道 这面上最少两条手镯 大涨了 朱先生急忙问道 值多少钱 楚天祥耸耸肩 俩手一摊说道 我还没看呢 我哪儿知道啊 店老板也是兴奋异常 这在他的店里切出满色手镯 对他来讲也是好彩头 店老板满脸乐呵呵地问道 各位老板 下面怎么办 楚天祥问沈群生 还有一块大的 沈总你看是在这里解开 还是换个地方解 沈群生看了朱先生一眼说道 拿走吧 去燕山会老些那里切 这里人太多了 朱先生点点头说道 我看行 那里没外人 慢点来 没准能多出几条镯子呢 胡一有点发症 这块石头 他就出了八百万 现在看来 差不多一条镯子就回本了 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楚天祥 这会也没什么事了 就在店里闲逛 店面很大 由于刚切个大掌 店里来的人也越来越多 地上的公斤料 货架上的大石头 茶台上所谓的高货 都有人在看 看来轰动效益非常好 一点不差大中寺那边的翡翠店 京城人有钱 赌石奖价从来不莫及 看中就买 可真是成全这帮开店的老板们 楚天祥在茶台上 看中了一块四百克左右的黑乌纱 压灯有两分水 他问道 老板这块什么价 老板 这块一万五 墨弯机的老料 种非常好 里面冰种的概率非常大 楚天祥皱了一下眉 这个品项在瑞宁不会超过六千 什么东西到了京城都成了天价 他把石头攥在手里 慢慢琢磨石头的表现 然后他把石头放在店老板面前 说道 你说个最低价 合适我就要了 如果楚天祥手攥着石头不放 那就是非常想要 如果把石头放回去 就是可要可不要 这是赌石讲价的一个小细节 开赌石店的老板都明白 老板 最低一万二 这石头 我在老缅那里拿都一万了 这还是我常年在他那里拿石头给我的朋友架 这么老远我背回来 挣两千块钱不多吧 楚天祥气地想骂娘 这老板边瞎话张嘴就来 怪不得人家说完赌石的人 嘴里从来就没有真话 这瞎话编得太低级 骗骗京城的人还行 他想了想说道 六千我就拿着 话音未落 桌上的石头被胡逸一把拿了过去 说道 一万二就一万二 我要了 楚天祥目瞪口呆 在瑞宁 麦翡翠元时 有一个套路 尤其是面对外地新来的陌生顾客 就是编故事 老华侨收藏几十年的料子 老免吸毒从大户人家偷出来的料子 家里破产拿出家里保存一百年的石头 家里盖房子从老房子地下挖出来的石头 反正石头的来历千奇百怪 就想证明一件事 这是个老的不能再老的石头 绝对是好东西 你还别说 内地人没经历这些 这种故事对外人来讲 还真有吸引力 很容易信以为真 结果是高价买个垃圾货 但在瑞宁当地 大家都当笑话听 店老板跟楚天祥说的石头来历 算是小儿科的故事了 楚天祥本来想便宜点 把那块石头买过来 谁知半岛杀出个成咬金 胡逸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一万二就把石头买下了 而且还是从楚天祥手里抢走的 如果这是在正常赌石店发生这种事 那就打起来了 但现在胡逸身份比楚天祥高 年龄比楚天祥大 楚天祥有理都没法说 楚天祥眨巴眨巴眼睛 望着胡逸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胡逸的举动到把朱先生逗笑了 老胡 你怎么还欺负年轻人啊 他刚欺负完我 我这是要找回来 胡逸有点赖笑道 胡逸是说他刚才赌垮了 楚天祥却赌涨了 去把这块石头开个窗 我看看这小子为什么要买这块石头 胡逸对店老板说道 楚天祥知道没办法往回抢了 这位胡总现在有点死皮赖脸了 店老板赶紧拿过石头往操作台走去 几个人跟在后面 他们也有点奇怪 楚天祥又发现宝藏了 店老板用牙雕机缸钻了个洞 猛地大叫起来 见色了 应该是冰 然后他加快了速度 很快他磨出一条弯弯曲曲 比牙签粗点的线条 他拿起手电 直接罩在那个开窗的线条上 通的一下 一道绿光腾空而起 边上围观的几个人都吓了一跳 这么绿 胡逸探头问站在人群外边的楚天祥 小子 到冰重了吗 楚天祥艰难地说道 应该差不多 看外皮可应该到了 满色 他买来就没打算开窗 现在没办法 露底了 站在边上的严正张大嘴巴 脑子一片混乱 感觉呼吸都要都要停止了 这也太厉害了 怎么看出来的 朱先生拿起石头看了看 又递给店老板说道 背面再开几个窗看看 店老板低头开始干活 周围看热闹的人 这回是鸦雀无声 知道这几位都是大老板 别瞎吵惹惹怒人家 问题是 这些人怎么赌石还这么厉害 随便找块石头 就是满绿 还让不让人活了 那块小石头 放在茶台上 每一个月 也有二十天了 就是因为太小还太贵 才没卖出去 要知道里面是这样 别说一万二 就是十二万 没钱去借钱 也得拿下啊 店老板这回没客气 挤到窗口 把小石头外皮开得千疮百孔 但这回再打灯就好看了 灯一压上 石头周围都被绿光笼罩 而且色泽浓郁 像个小绿球似的 这应该是胡总第一次堵出满绿的原石 简直爱不释手 他问道 小子 这东西值钱吗 楚天祥伸手要过石头 仔细看了看 平静地说道 胡总 恭喜了 满色 全是兵种 界面集 几百万了 嗡嗡嗡 整个房间瞬间都是嘈杂声 这回连珠先生 沈群生 加上周边围观的人都兴奋地叫了起来 别管认识不认识 都聚在一起 大声谈论起来 这是几百倍的暴涨啊 太吓人了 太刺激了 太恐怖了 太没人性了 太太M的难受了 为什么不是我自己赌的呢 这块石头我看不了不下三回 怎么就没买呢 别说了 这石头拿出来 是我第一个看的 当时我要 顿族垂凶者 就有好几个 跟死了亲娘老子似的 足足过了有十多分钟 议论声才渐渐平息 所有人都望着胡总 一脸的羡慕极度恨的表情 胡逸从三十多岁 在江湖上卖假药开始 到现在六十多岁 成为了金门首富 他建立起庞大恐怖的 药品宝剑品王国 并且跨出国门 连某些西方发达国家 都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一路都是靠以小博大 赌出来的 今天 他又赢了 他脸上不带笑容 对楚天祥说道 小子 这次我欠你个人情 楚天祥心中一动 欠不欠情无所谓 只要别老惦记 我就行了 他是时时刻刻 不敢放松对胡逸的警惕 沈群生说 晚上有地方吃饭了 去方庄吃顺丰 先吃进去一百万 胡逸撇了撇嘴 救你 一百万不撑死你 这个时候 那块大的黑乌纱也切完了 几个人连忙走到机器旁边 等着店老板打开盖子 几个人一动 后面一群人都跟着过来看 今天可算是大开眼界了 店老板猛地掀开机器盖子 围观的众人一看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是什么呀 只见半块石头平躺在机器里 切面朝上 整个切面黑乎乎的 满是油污 胡逸伸手就把手电压在切面上 瞬间 切面映出三厘米的光圈 光线柔和 避蓝避蓝的 蓝水 众人惊呼道 太好看了 肉质太细了 一点颗粒感都没有 围在机器周围的人 个个都兴奋不已 这种东西很少见 而且还这么大 在翡翠的种分划分中 除了像糯种 冰种等等 是以翡翠结构划分的 但还有一类 是根据颜色划分的种分 比如白底青种 花青种 油青种等等 最早人们对绿色偏灰的翡翠 都叫油青种 属于档次很低的翡翠 但由于翡翠分类越来越细 就把油青种里布灰 但偏蓝底的油青种翡翠 称作蓝水 现在蓝底的翡翠有几种 一个就是晴水蓝 顶级翡翠 再一个就是 自然光看着都是黑色 但压灯是蓝色 被称作墨语 以区别压灯是绿色的墨翠 但两者做出来成品 在自然光下是一样的 都是黑色 犹如黑钥匙 另一个就是现在切出来这种 称为老蓝水 老蓝水价值非常高 这种翡翠普遍种都非常老 肉质细腻 有油性 像软玉 通透性好 绝大多数属于糯化种 很少冰种以上 但颗粒感很粗的 糯种蓝水也很少 店老板有点猛逼了 胡大老板这些人 今天吃什么药了 怎么这么厉害 三块石头都是暴涨啊 朱先生也有点懵 这么大的蓝水别说见过 听都没听说过 这东西看着太漂亮了 适合做什么呢 胡逸却是一脸的迷茫 怎么能切出蓝水呢 看外皮壳 就是个飘花的石头啊 沈群生是兴奋过度 他见过蓝水的摆件 比纯饰绿色的摆件 更有魅力 更有深度 更有内涵 更有一种神秘感在里面 今天真是人品大爆发呀 想到这儿 他抬头看了看楚天祥 严正现在想法变得很单纯了 就想着能不能找楚天祥好好聊聊 太多问题需要请教了 沈群生问道 天祥 现在怎么办 楚天祥仔细看了看洗干净的石头 整个切面没裂 这也是蓝水的一大特点 只要是老蓝水 基本就没裂 否则就行不成老蓝水这个品种 至于为什么 不知道 楚天祥抬头说道 沈总 看看你想做什么了 手镯适合年纪大的女性佩戴 牌子吊坠适合男性戴 雕工做好了 就是很有深度 很有内涵的东西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整体做摆件 也是顶级好的东西 朱先生说道 还是拿烟山会老谢那里吧 慢慢处理 别着急 沈群生点了点头 明天就去老谢那儿 不全解开我这抓耳挠塞的 石头都装上货车了 安排好司机 几个人准备去吃饭 临出门 沈群生拿出两万元钱 递给了店老板 说是谢谢他帮了这么大的忙 店老板千恩万谢地送走了这几位大佬 不过就干了点活 没少正 严正一看老板们要去吃饭 就跟胡总打了个招呼 自行走了 一是他的身份不太适合再跟着这几个人走 另一个就是他现在需要安静地想一想 以后如何跟楚天祥相处 现在就剩下朱先生 他们四个人了 开车来到方庄顺丰饭店 方庄是京城南城最大的社区 最早起来的一批影视明星都住在这里 这里有餐饮一条街 几百米的街道 坐落着几十家各具特色的饭店 顺丰是京城最有名的月菜 以海鲜为主 就一个特点 贵 几个人落座 等菜上来的时候 沈群生兴奋地说道 今天是真过瘾 赌食也是真好玩 朱先生笑着说道 别瞎说了 你这是赌赢了 赌输你就不这么说了 沈群生说道 有天祥在 我就不会输 胡逸心中一动 鼓动道 不如我们合伙开个店吧 请小楚过来帮忙 别管挣多少钱 先图个乐呵 朱先生心里锦铃大响 他托词道 天祥没功夫 他马上就去上学了 而且 他们的店马上就开业了 是吧 天祥 我下个月开学 会馆开业就这几天 几位长辈到时候 过去捧捧场 胡逸问道 什么店 楚天祥解释道 一个翡翠会馆 卖点翡翠原石和成品 就在财富中心附近 是吗 那到开业时候 一定要通知我一下 我也要过去看看 胡逸说道 沈群生说 好东西多不多 有没有特别好的东西 我最近要送典礼 朱先生笑着说 他那个地方应该好东西不少 前两天 谭力在他那花了三四千万 就买了一件吊坠 边上的两个人都是一愣 沈群生问道 啥东西这么贵 楚天祥赶紧解释道 冰子鸽子蛋 胡逸赶紧问道 还有吗 我也想看看 楚天祥说 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到时候请胡总过去看看 朱先生突然说道 天祥 这两天你有空没 老行还想让你给看看石头呢 要看就这两天吧 朱先生您帮着约一下 我准备去趟HK 正在等通知呢 可能随时就走 楚天祥答道 胡逸问道 你HK还有业务 我女朋友在HK 过去看他 楚天祥没完全把实话说出来 菜上来了 楚天祥低头开始吃饭 除非有人问他 一般他就不打枪 埋头跟螃蟹和大虾较劲 因为是开车 几个人这顿饭都没喝酒 时间不长就吃完了 临走的时候 沈群生想约楚天祥 明天过去解石头 后来一想 也不能老麻烦人家 下面的活也不是很难 找个人干得了 大不了自己在旁边盯着点 就没约楚天祥 楚天祥开车回家 到了四合院 一看才十点多 李杰的房间灯还亮着 他喊道 李杰 出来 话音刚落 李杰蹭了一下 从房间里窜了出来 高兴地说 天祥哥 你回来了 去吃烧烤 楚天祥点了点头 这次来京城 跟李杰待的时间有点短 感觉有点对不住他 毕竟李杰从来没出过远门 这么不管不顾的 心里不得尽 虽说自己刚吃完 就当陪陪他了 准备喊上张力一起去吃烧烤 张力不去 说是太困了要睡觉 但是张力还是警告了李杰一下 老师吃串喝酒可以 再打架 看回来怎么收拾你 只好两个人去了 楚天祥和李杰来到上次吃烧烤的摊子 找了个地方坐下了 京城现在不允许露天烧烤 到后半夜都有检查的 所以现在烧烤摊都是烧烤炉子在屋里 吃的人却在街边 点完东西 李杰说 天祥哥 我来京城已经快一个月了 一天都没休息 楚天祥有点奇怪 问道 为什么 不是每周都有休息日吗 我自己要求的 休息我也没地方去 去哪儿也不知道 还不如在单位待着 张力也是整天忙 他也没休 楚天祥说道 该休息就休息 劳役结合 不过得等到会馆开业再说了 我知道 天祥哥 我现在觉得京城市比瑞宁好 能认识不少人 而且 还有好多没听说的事 我们单位有几个人 都在这里干好几年了 楚天祥笑了 你这话可别跟外人说 瑞宁那个小地方 怎么跟这里比呀 说出去让人笑话 我知道 这里哪儿都好 就是吃得不习惯 做得米线一点味道也没有 特难吃 哈哈 你以后可得真要习惯这里的饮食了 估计你再想回瑞宁不可能了 张力也不能答应 她是打死也不离开京城了 问题是我妈我爸怎么办 他们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我不能让我姐他们养活我妈我爸爸 接过来呗 没地方住就先住我这里 反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楚天祥劝道 李洁眼睛里透着一丝迷茫 说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有点喜欢京城了 但有时还想瑞宁 想了就回去看看 没什么大不了的 楚天祥说 李洁说道 说啥也白搭 还是等忙过 这一段再说吧 来 喝酒 说着 两个人端起杯一饮而尽 楚天祥这次来京城 基本上是滴酒不沾 除了和同学周樊璋 才竟喝过之外 就是跟李洁喝酒 哥俩要了不少东西 都是李洁一个人在吃 楚天祥这刚刚从饭店出来 根本吃不下去 不一会儿 两个人就喝了三瓶啤酒 烧烤摊子不大 也就七八张小桌 基本都坐满了 都是年轻人 男男女女好不热闹 店老板也是忙得不亦乐乎 在他们不远处 有五个年轻人也在吃烤串 但几个人都有点紧张 啤酒打开 基本就没怎么喝 烤串拿起来吃一口又放下 都紧张 斜眼看着楚天祥和李洁两个人 现在是夏天 京城的晚上一点凉意都没有 满是闷热感 几个人穿的都是短袖短裤 身上还都纹着一些龙 虎 鹰 一看就不是什么善类 其中一个领头的说道 一会儿小三过去找茬 然后直接动手 我们马上跟过去 别动道子 打完就走 这里离警察局太近 老五去把车发动起来 小三道 没问题 不过你们快点 他们两个人 我怕我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其中一个高个撇撇嘴 你他M的 到关键时候就拉松 小三卡巴卡巴嘴 没说话 领头的有将近三十岁 身上纹的是一条龙 面向凶狠 他低声说道 动手 小三站了起来 装作喝糕的样子 摇摇晃晃往楚天祥他们 这桌走来 刚到桌边 他装作被绊了一下 亮呛了两步 张嘴冲着楚天祥就骂 操你M的 你敢办我 说着 拿起楚天祥他们桌上一瓶啤酒 搂头 就往楚天祥的头上砸去 楚天祥刚开始见人走过来 并不为意 等那小子张嘴骂人 楚天祥心中一瞬间就明白了 这是从华夏城引来的麻烦 楚天祥坐在小凳上 酒瓶子直奔脑袋砸来 他想站起来 但时间根本来不及了 只能把脑袋让了过去 砰的一声 酒瓶子正砸在他的肩膀上 碎玻璃 酒花四散 李洁正在发愣 这个人没人办他 怎么就开口骂人了 等那个人拿起酒瓶子 砸向楚天祥的时候 他才反应过来 猛的他抬起右脚 使劲踹向对方的脚踝 啊的一声 那个人疼得抱着脚踝 单腿在地上直蹦 李洁这一脚 正踏在他脚踝侧面的关节上 疼得他当时就筋机独立了 楚天祥猛地站起身来 用手揉揉被打中的左肩 他望着三个跑过来的人 他嘴角露出一丝凝笑 豆豆 这些人蹦我来的 你对付打我的那个 这三个归我 我自刚出口 楚天祥如离弦的箭 猛地朝着三个人奔去 第一个人手里拿着酒瓶子 这是酒桌上打架的标配武器 那人挥起酒瓶子 照着楚天祥头顶砸来 楚天根本没理会酒瓶子 又全直奔对方面门 后发现到 平的一下 对方连鼻涕带血 一起往外流 可挥瓶子的手 还举在半空呢 楚天祥有点怒了 力道控制得不太好 第一个人一下没打倒 他转身三百六十度 一个势大力尘的鞭腿 正抽在对方的脸上 咣当一声 对方当时就倒地不起 晕过去了 楚天祥转身朝着第二个人扑去 这位身材高大 比楚天祥至少高半个头 两只手一手 一个酒瓶子 右手啤酒瓶子 搂头就打 楚天祥见这大个子速度快 他身子一缩 一头撞进对方怀里 抬起右脚 猛地跺下 直接踩在对方的脚面 R的一声惨叫 就这一下 对方的脚骨直接鼓裂了 趁着对方嚎叫 楚天祥一抓对方的头发 往下使劲一拽 自己的膝盖瞬间上提 坚硬的膝盖 直接顶在对方的脸上 这回对方没有叫出声来 一屁股坐在地上 扔掉手中的啤酒瓶子 一只手抱着脚 一只手捂着鼻子 大声嚎叫起来 有点漏风 估计牙齿应该掉了不少 嘴角 鼻子鲜血直流 楚天祥新买的西裤上 血迹斑斑 在街头上打架 混混一般都喜欢用啤酒瓶子 这东西 气势吓人 但这玩意杀伤力实在差近 一个人的脑袋 如果不是打在后脑 这种危险的地方 硬抗十几下 根本没事 李洁盯着单腿 蹦的那个小三 猛的一个大耳光 打得对方原地转了一圈 两眼直冒金星 一头扑倒在地 他也顾不上脚疼了 一咕噜 转身爬起来就要跑 李洁一脚 就揣在他的屁股上 他一踉呛 跑得更快了 楚天祥面对最后一个人 站着没动 他知道 这个可能是 他们领头的 他想问问 到底这些人 是不是那个姓房的招来的 那个领头的 有点傻眼了 没到三分钟 自己这边就剩自己了 原来还有一个 不过去开车了 他静了一下神 从怀里掏出一把弹簧刀 轻轻一按 蹭的一下 刀刃出鞘 告诉我 谁让你们干的 我可以放你一马 楚天祥阴沉地说道 嘿嘿 先打赢我再说 那个领头的 很有自信 说着 他挥刀猛扑过来 楚天祥心中一紧 他知道这个人 应该在军队待过 他是反握刀 一般人包括街头 时常打架的混混 拿着匕首都是正握 这方便砍合筒 这两种杀伤技巧 但实际上 匕首最有效的握法 是反握 一个是防守方便 另一个是 不容易被对方夺刀 这不是瞎说 全世界所有的军队 交的都是反握匕首 尤其是特种兵 都是玩匕首的大驾 楚天祥见对方扑过来 他不敢大意 连连后退两步 躲过了对方的进攻 对方见楚天祥一味后退 他有点着急 时间不等人啊 他猛地大步上前 再一次挥避横切对方 招数将老为老的时候 楚天祥侧身一脚 就踢在他拿刀的胳膊关节上 时机恰到好处 对方闷哼了一声 握刀的手一麻 弹簧刀落地 楚天祥没给他再次剪刀的机会 踢人的左脚刚一落地 全身猛然发力 大步进身 右肘直接击打在对方的胸口上 咚的一声 对方亮亮呛呛 被打出四五米 随后 猴头一甜 一口鲜血喷波而出 这个人也是真抗打 楚天祥这样的肘击 都没打倒对方 感觉打不过 对方转身就要跑 这时一辆结大轿车猛地开了过来 车上的司机大声喊道 大哥 快上车 说着 还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对方转身往车里钻 楚天祥一看不好 就指着这个领头的问点情况 他猛地大步上前 眼看着汽车就要开动 他大喊一声 猛地跃起 飞起一脚 正揣在对方的屁股上 对方还真没防备 屁股上大力袭来 根本没有准备 双手没抓住 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前窜去 他一头撞向司机 咚的一声 两个脑袋撞在了一起 同时晕了 楚天祥见两个人不动了 赶紧回头看李杰怎么样了 他当时是把最弱的敌人交给了李杰 就这样 他也不放心 搞笑的是 那个小三下半身全裸着 爬在地上哀嚎 李杰站在岸边上 一会儿朝他屁股上就踢一脚 然后还开口嘲笑对方 楚天祥走过去问道 豆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挺好玩的 李杰没心没肺地说道 楚天祥问 他裤衩呢 他要跑 我没抓住 一下就把他短裤扒下来了 我看他也挺热了 我就帮着他脱了 你看 短裤在那儿 李杰一指 胡同边上一栋房子的房顶边上 挂着一条短裤 这家人一年的风水完了 李杰说道 天祥哥 赶紧跑吧 一会儿警察就来了 这是在瑞宁打架的固执 打完就跑 跑不了了 等警察吧 楚天祥无奈地打道 这件事不弄得水落石出 他是真不放心 家都让人知道了 往哪儿跑 也是 他们惹事 先动手的 我们是正当防御 李杰笑着说道 一看没什么事 楚天祥走到捷打驾驶室一边 将车钥匙拔了下来 又回到李杰身边 楚天祥低下身子 问那个老三 说说 谁让你们来的 说实话我就不打你了 否则 我把你扔房上去 别打我了 我说实话是苏爷派我们来的 小三惊魂未定 颤抖着说道 他想站起来 但浑身哪儿都疼 挣扎了几下 没站起来 苏爷 楚天祥自言自语道 没听说过 他站起来拿出电话给陈正生打了过去 电话一接通 就听见里面有唱歌的声音 估计这位叔叔又在夜总会狂欢呢 楚天祥说道 陈叔 我和豆豆跟人打起来了 他们先动的手 说是苏爷派来了 他说的这个人 我不认识 就听见陈正生在电话那头大声喊道 别唱了 听见没 瞬间 电话里连音乐声都没有了 陈正生急促地问道 在哪儿动的手 你受伤没 对方几个人 楚天祥说道 对方五个人 一辆车 就在我家附近 我肩膀上被砸了一酒瓶子 不过没什么事 陈正生一听 楚天祥挨打了 疼得一下从座位上蹦了起来 边走边说道 我现在就过去 你待着别动 万事有我 这时 远处传来了警笛的声音 楚天祥赶紧说道 陈叔 估计一会儿都得去派出所 你到哪儿找我吧 陈正生说道 见到警察实话实说 别硬抗 我半个小时就到 说完就挂了电话 楚天祥放下电话 这才发现 烧烤摊吃饭的人都躲在一边 眼睛里都流露出一丝恐惧的神色 他苦笑一下 摇了摇头 朝着烧烤摊老板喊道 老板 你过来 烧烤摊老板慢吞吞走了过来 这个杀神太厉害 千万别惹 楚天祥拿200元钱递给老板说道 这钱够了吧 老板连忙点头说道 够了 够了 用不了 我找给你 说着哆哆嗦嗦地要找钱 楚天祥说道 不用找了 你一会儿得给我作证 是他们找茶先动手的 你看见了吧 老板说 是他们先动手的 我看见了 楚天祥话音未落 人群中一个 嗡声嗡气的年轻人说道 哥们 俺给你作证 刚才我就坐在你身边 是那几个 别独自先动的手 不过你太牛X了 现在还有两个 晕过去没醒呢 这位哥们是个东北人 一说话 冒出一嘴大茶滋味 说话间 两辆警车呼啸而至 一头一个 堵住了整个胡同 几个警察下车 朝着一群人就喊 谁报的警 谁打架了 老板一见警察 出溜一下就窜了过去 高声说道 是我报的案 有人在我的饭店打架 为首的警车问道 都谁打架了 打架的人呢 老板一指地上和车上的人说 地上躺着三个 车上还有两个 另外一方在哪 他一直楚天祥 警察一皱眉 走到楚天祥跟前问道 为什么打架 老板赶紧说道 这两个帅哥在这 警察猛地打断他的话 我没问你 你闭嘴 态度很威严 老板下得赶紧不敢说话了 楚天祥说道 我和朋友在这吃烧烤 他们过来就动手打人 我挨了一酒瓶子 说着 他扯开体恤 让警察看他有点红肿的肩头 体恤已经被碎玻璃划破了 对方几个人 警察问 五个 都在这里 楚天祥挨个地方 指着 警察有点吃惊 怪物似的看着楚天祥 都是你打倒的 楚天祥不想暴露李洁 说 对 都是我打的 李洁不干了 抢着说道 那边那个是我打的 就是没穿裤子那个 为首的警察来了之后就一直问话 其他警察查看现场 听了李洁的话 他这才发现还有一个下身全裸着的 他不由得眉头一皱 问道 他裤子呢 不知道 李洁答应得到干脆 警察看向店老板 老板没敢说实话 我没看见他裤子怎么没了 这时 其他警察在询问围观的众人 那个东北人大声说道 警察同志 这几个人就是找事 那个没穿裤子的人 就在俺身边走过去的 俺当时还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走到那两个哥们面前 故意说人家伴他 拎起酒瓶子 就把那个哥们肩膀给开了 这位东北人边上站着一个女孩 估计是他女朋友 紧紧抓住他胳膊 似乎不想让他说 为首的警察 看了地上几个人的伤势 都有点重 他连忙打120叫救护车 然后把楚天祥和李洁 带上了警车 连带着店老板 和那个东北年轻人 去做个证人 店老板有点害怕 那个东北人却乐呵呵的 对方唯一没大事的 就是那个光屁股小三 老板回店里 给他找了一条短裤 他这才站了起来 一瘸一拐地跟着 回到警察局 等路完口供 再去医院检查 估计没什么大事 打晕了三个 重伤一个 轻伤一个 算是治安管理的大案了 警察效率很高 到了警察局 楚天祥和李洁 关在了一起 手机也被收走了 没一会儿 警察就把楚天祥 叫了出去 开始询问作笔录 正在这时 戴东来了 他后面还跟着一个人 是个律师 律师似乎对这里很熟 戴东在走廊里等着 律师进去不一会儿 他对戴东说道 六哥 你的人没事 但对方有点惨 三个被打晕了 一个重伤 应该是脚骨骨折 鼻梁骨骨折 牙也掉了 还有一个脚踝被打瘸了 但应该没大事 算是大案了 现在两个办法 一个是正当防卫 一个是对方不告 但这两个都得警察点头 律师言简一概 戴东的心 咣当一下落了地 他尝出一口气 点点头说 别的是你别管 就是不能给我的人 留下不利的笔录 那俩孩子年轻 别让警察套进去了 听懂没 那个人说道 这没问题 询问的时候我在场 我会提醒他们的 戴东说 那你去吧 千万小心 律师转身走了 问题是谁跟楚天祥有仇啊 这不明不白的怎么直接就针对他了呢 戴东随后拿出电话 拨了个号码 张嘴就问 有个叫苏爷的 你认识吗 应该是道上混的 对方想了一下 说道 没听说啊 应该不是很有名吧 着急吗 六哥 非常急 马上就得知道 赶紧打听 戴东不容置疑地说道 这时 陈正生走了进来 他身后跟着两个五大三粗的保镖 一见戴东 他回身说道 去外边等着 有事叫你们 那两个人转身走了 戴东不高兴地说 还带人干什么 这里是警察局 又不是打架 陈正生一脸严肃地说 没准警察局完事还得打 外边人多着呢 戴东摇摇头 没再说陈正生 现在是拼幕后实力 打是打不起来了 官面上先在自己这边站立 但对方损失太惨重了 真要是道上混的 未必能咽下这口气 五个人打两个人 还是有心算无心 结果被团灭 这口气要是不出 以后怎么出来混啊 戴东等电话等得有点心焦 陈正生突然说道 我派人过去找房大俊了 应该是他干的 谁 戴东有点蒙头 怎么又出来一个人 陈正生见戴东不知道 就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详细地跟戴东说了一遍 房大俊 他是京城人 他有这个动机 还能认识京城混社会的人 就是他了 找到他 先把腿打折 陈正生一脸地争鸣 戴东阴沉地对陈正生说道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出来了 四九城这一亩三分地 什么时候让一个农民跑出来撒野了 房大俊是京城北部山区县里出来的 怪不得戴东瞧不起他 幸亏陈正生是城里人 要不这把陈正生都骂进去了 陈正生转身出去了 准备通知他手下的人要对房大俊下死守了 戴东等电话等得着急 在走廊里来回溜达 他合计了一下 这么长时间没消息 要么是这个人不是很出名 要么不是当地人 否则不可能问不出来 京城治安非常好 很少有打架斗殴的 正常经商的人 用不着养着这种混社会的打手 这些人一般都是夜总会看场子的 没人给钱 他们才不愿意出头呢 现在国家治安管理力度大 混社会很危险 稍微有点问题就是进去吃窝头 对他们来讲 看场子算是非常不错的工作 看场子不打架 是防止打架的 猛的 戴东的电话响了 吓了他一跳 他拿起来一看 接通后问道 有消息吗 六哥 应该是海定区宁老大的马仔 底下人都叫他苏爷 是给宁老大看东边几个场子的 戴东有点为难了 宁老大可不是混社会的 要混也是年轻的时候 他现在是社会精英人士 企业做得也很大 只是职业有点不太光彩 他是经营垃圾厂的 这种活能人不愿意干 一般人还干不了 征地建垃圾掩埋厂 然后从政府拿一定的补贴 自己经营还能挣很大一笔钱 汗烙饱收 谁家没垃圾啊 家庭垃圾只是很小一部分 工业垃圾才叫海量呢 到一车都得给垃圾厂钱 而且独此一家 别无分号 最搞笑的是 当年他的一个垃圾厂边上 建了一座标准18栋高尔夫球场 刚一开业 垃圾的酸臭味就传了过来 高贵的客人们打高尔夫 可是需要呼吸新鲜空气的 这酸臭味谁受得了 高尔夫球场的老板 直接找宁老大 谈收购他的垃圾厂 让宁老大开架 宁老大真没惯这位大老板的毛病 直接把人轰出去了 并告诉他 什么时候 想把高尔夫球场卖了 直接找他 别以为你开个高尔夫球场就有钱 老子现在穷的就剩钱了 一个破高尔夫球场 还跑我这儿嘚瑟 树叶有专攻 每个行业都有赚钱的门道 就看你有没有眼光了 带东问道 你有他的电话吗 对方知道 带东问的是宁老大的电话 连忙告诉了带东 拿到电话 带东还是有点犹豫 宁老大他认识 但没交情 反而有点过节 不过都是多年前年轻时的冒失 宁老大吃了点亏 现在找到他头上 如果对方还记得当年的过节 那这件事就很难处理了 但不找到宁老大 直接找苏爷 未必管用 而且 房大俊现在身份不一样 属于社会精英人士 他只能认识宁老大 房大俊不可能直接找苏爷 听着是教爷 不过就是个马仔而已 这种事 姓苏的还做不了主 他的地位太低了 开垃圾厂 属于灰色产业 有时候真需要打打杀杀的事情 宁老大应该养了一群混社会的人 不能不留后手 带东下定了决心 先谈一下再说 看情况而定 他刚要打电话 陈正生陪着朱先生走了进来 带东赶紧迎上去 朱先生劈头就问 天想怎么样了 正在做笔录 他本人没事 带东说道 房大俊不在京城 昨天一早就去了彭城 陈正生低声说道 那就不用证实了 就是他干的 带东斩钉截铁地说 朱先生说 别管房大俊 先把天想整出来 笔录完事就能出来了 不行我就做个担保 带东说道 要说这几个人不认识几个警察高官是不可能的 但这种小事没法求人 推丢人 按正常程序走 也得把楚天祥放了 他首先是受害者 而且还有旁证 至于是不是故意伤人还是正当防卫 每个十天半个月调查不清 正说话间 律师陪着楚天祥和李杰走了出来 一见面 楚天祥有点不好意思 说道 又给几位叔叔添麻烦了 可是真不怪我 这句话说的还是少年心性 带东说 天祥 你伤怎么样 楚天祥扯开体恤 大家一看 就是有点红肿 连皮都没破 但衣服不能要了 朱先生看见楚天祥裤子上也是血迹斑斑 连忙问道 腿也受伤了 楚天祥笑了 对方的血 我没事 那就赶紧回家吧 让你陈叔送你 逗逗 好样的 带东说 李杰也有点不好意思 这几位领导叔叔很少表扬自己 朱先生又道 天祥 回去之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以后的事不用你管了 楚天祥答应一声 跟着陈正生走了 朱先生对带东说 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吧 楚天祥一出大门 就看见街对面 站着几个彪形大汉 他有点疑惑 回头看陈正生 陈正生笑着说道 没事 我叫来了 大家叫人 这是我的长相 李杰扑子一下出声了 什么时候了 这位叔叔还有心开玩笑 楚天祥两个人 上了陈正生的汽车 不一会儿就到家门口 陈正生说道 我不下去了 你们回去好好休息 别多想 哼哼 从此以后 房大俊在京城 就别想混不下去了 两个人刚一进院子大门 就见张力气鼓鼓地站在院子中间 楚天祥和李杰一看 知道情况不妙 刚走的时候说 不许打架 结果天随人愿 又打起来了 张力一见他们回来 大声埋怨道 干嘛回来这么晚 明天不上班了 啊 你们又打架了 他一眼看见楚天祥肩膀的衣服破了 裤子上还有血迹 他快步走到跟前 小声问道 还受伤了 去医院没 李杰赶紧解释道 不是我们想打架 是对方打我们 张力不满地说 每回都是这个理由 你就不会边点能让我相信的 我没事 你俩也回屋吧 回去让豆豆告诉你怎么了 我得赶紧换身衣服 说完 楚天祥赶紧往自己的屋子跑去 这小姑娘发起狠来 让人受不了 还是礼节处理吧 带东和朱先生去了一间茶楼 两个人坐下后 朱先生说道 那边是谁 打听清楚没有 海定区的宁老大 破烂王 具体干活的 叫苏爷 这个人我不认识 但听说过 很张扬的一个人 属于地头蛇一类的人物 北城的方方面面都摆得清 朱先生说道 带东也苦笑道 我倒是认识 不过那时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有过冲突 他吃了点亏 后来就再没有接触过 这次他的人伤得这么厉害 他应该不会给我面子的 带东说 朱哥 你刚来的时候 我正想给他打电话呢 朱先生想了想 说道 要是这样的话 电话不要打 自取其辱 找个办法 逼他出手 带东眼睛一亮 这倒是个办法 如果他非要告天祥 防卫过当 或者故意伤人 我们就被动了 不如我们先出手 连他一块收拾吧 朱先生接着说道 昏暗的灯光下 朱先生一脸的争鸣 现在楚天祥 任何事情都不能出 这是他的隐私 未来 楚天祥可是他最后的希望 善良是相对的 凶恶才是永恒 人是动物 生下来就是吃肉的 这是本性 只是由于后天的教育 才有了善良一说 朱先生在京城宽宏大量 善解人意 与人为善 是有口皆碑的 但那时 没碰到他的逆临 钱财无数 人脉广大 一个人上人 你说这种人没脾气 不吃人 谁信啊 看到天祥这孩子 我就想起来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 都想出人头地 都想有点座位 可我一事无成 这孩子也许就是我的影子 我还有点能力 能帮帮他 就是对我自己最好的解脱 朱先生自言自语道 朱先生心中的秘密 永远不会跟外人提及 楚天祥除外 这是朱先生自己的选择 他这些话 是解释给戴东听 否则他莫名其妙地地 帮助楚天祥 他怕戴东多心 戴东听明白了 这位朱哥是真想帮助楚天祥 也许是一种不为人道的好感 默契 欣赏等类似感觉 让朱先生看好楚天祥 他人脉广 面子大 自己有照顾不到的地方 这位能处理的甚至比自己还好 能得到你这位大佬的眷爱 天祥真是三生有幸 戴东宫为道 我现在也没啥追求 整个一个混吃等死 帮着天祥 也算我做点正事 朱先生正色说道 你找关系处理宁老大 这方面你比我强 我去对付房大郡 工商欠我点人情 他们查一查房大郡的企业 不算营私舞弊 别让我抓住把柄 否则我让他回农村跑地去 哼 朱先生恶狠狠说道 戴东想了想 他拿出电话拨了出去 但没打给宁老大 电话接通 戴东问道 Sir 现在京城垃圾厂 有几家公司 对方说道 有五家 怎么了 六哥 宁老大的公司 什么水平 管那一片 对方答道 现在应该排第二 另一个是国企 他管着东城和北面 都是好地方 查一查他有什么违规的 我跟他有点冲突 必须尽快解决 对方笑了 六哥 一个收破烂的 也敢惹你 不用查 明天他环保就不合格 戴东了然 那就说定了 放下电话 对朱先生说道 明天宁老大的企业 环保不合格 估计得关几天门了 朱先生笑了 呵呵 我说你厉害吧 这种关系我就没有 社会上的生存形态 都是这样 不是不管你 而是上面懒得管你 真要叫真章的 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何况你那么大的企业 垃圾填埋场 本来就在灰色地带逛荡 底下见不得人的 勾当绝对不少 想查问题 都不用特意找 一个环保 就让你吃不了 多着走 需要发展的时候 有些问题就不是问题 需要环保的时候 没有问题 也能找到问题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兔子国因发展需要 每年都从袋鼠国 进口几百万吨原木 后来兔子国 看袋鼠国不爽 兔子国就在进口的 几百万吨原木里 发现了两个 袋鼠国的昆虫天牛 几百万吨啊 怎么找到了 当然 是在原木里找到的 还是在实验室里找到的 谁也说不清 反正所有的原木 都不让进口了 堆在船上漂吧 爱卖谁卖谁去 听说还要在 袋鼠国的铁矿石里面 找到引起人们 腹泻的黄曲霉菌 或者大肠杆菌什么的 不知是不是真的 事事皆是如此 陈正生过来了 他一坐下就问道 这是怎么处理 不行 我就派人去鹏城 先打断黄大俊的腿再说 他是梅老板出身 讲究的是恩怨分明 而且报仇绝不过夜 戴东就把刚才跟朱先生 商量的事情 跟陈正生说了一下 陈正生听完一拍大腿 这就对了 反不成打人的人没事 我们被打得到一屁股时 朱先生问道 我忘问了 天祥武功很好吗 他一个人对付了三个人 朱先生是听陈正生说的 楚天祥出事 他这才赶过来 打斗现场具体什么情况 他还真不知道 一提这事 陈正生就兴奋 朱哥 前年楚天祥在岭南 被三个会功夫的师兄弟 堵在公路上 他一打三 结果对方残了一个 伤了两个 其中一个 吓得有点精神不正常了 朱先生目瞪口呆 就那个彬彬有礼 礼貌有佳的小子 怎么这么能打 戴东解释道 今天五个人 天祥打四个 打晕了三个 伤得怎么样还不知道 但我估计不会太轻 清醒的那个最惨 脚骨骨折 鼻子骨折 门牙掉了几个 朱先生追问道 还有一个呢 另一个是被楚天祥的兄弟 打倒的 没大事 就是脚踝伤了 天祥那个兄弟不会武功 却是打架老手 个子也大 朱先生有点思路混乱了 这到底是谁打谁啊 他是劳心者 从来都认为 动手打架是很粗鲁的事 虽然他年轻也是打架的出身 但后来几十年都是动心眼的 职业是玩阴谋诡计的 这小子要挖掘的秘密太多了 朱先生按道 戴东知道的说点什么 天祥的功夫很厉害 而且是杀人计 不是擂台上那种瞎闹 他一动手 对方最差就是筋断骨折 这次来 京城我最担心就是这点 真要伤了不该伤的人 我怕我们都照不住 别担心 老代 别管伤了谁 只要能用钱解决 就都不是问题 钱解决不了 那是没给到位 朱先生霸气地说 陈正生伸出大拇指晃了晃 惊辟 朱先生没好气地说 辟惊 三个人哈哈大笑 第二天一早 楚天祥和李杰一起出门去会馆 现在李杰自己在京城开车 已经习惯了 这地方不像瑞宁 干什么都是慢悠悠的 你的车慢一点 后面就是一堆按喇叭的司机 张力气已经消了 他非常感性 好坏都在一瞬间 过后就忘 李杰得先送张力 楚天祥自己开车到了会馆 来得有点早 员工都没到多少 这种会馆的作息时间 跟饭店有点像 都是早晨十点开门 晚上十点关门 当然值班得不算 楚天祥来到办公室 戴心仪和夏丹都在 楚天祥打过招呼问道 戴姨 找我什么事啊 邀请函做好了 一会儿你拿点走 有朋友就送点 第一天开业吃喝免费 戴心仪说道 还有 典礼仪式剪彩 你参不参加 讲不讲话 夏丹问道 楚天祥是大股东 他要讲话剪彩 没人拦得住 所以夏丹才有此疑问 所有活动我都不参加 而且也许我都不在京城 我可能要去HK 为什么呀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能一走了之 夏丹有点急了 戴心仪也有点疑惑 戴仪 丹姐 不是我不想参加 HK基金会在海外收了一件国宝 准备组织一批人过去鉴定一下 我被选上了 楚天祥有点得意 这件事对他来讲 真是大事 这件事 曾明很早就通知他了 但到现在 这件国宝 还没运到HK 国内的一众专家 都在交集等着 这是好事 但你行吗 还鉴定国宝 夏丹一副 我不相信你的样子 怎么不行 这小子除了生孩子 什么不会 戴心仪难得开了一句玩笑 戴心仪的话 倒弄得楚天祥不好意思了 她说道 我有个老师 在X公博物院工作 他推荐的我 这件事是明德和齐老的双重推荐 但楚天祥不能作为专家 在鉴定证书上签字 这是大领导的决定 楚天祥要名气没名气 要资历没资历 要学历没学历 就会一种土的吊渣的本事 谁敢信他呀 除非领导脑子进水了 但楚天祥的独门绝技 却是其他专家教授所不具备的 他去了就给国宝多上一份保险 领导也是善纳人言 天祥 你跟几位叔叔说没 戴心仪问道 我还没说 原来想这两天就说 有事耽误了 楚天祥没敢往下说 再多嘴 就把昨晚的事录出去了 楚天祥拿起一个情简 是双折页 铜板纸 印刷精美 古朴大方 楚天祥想了一下 拿出电话给朱先生打了过去 这种情简 最好送到本人手里 才显得庄重 这点礼貌 楚天祥还懂 朱先生一接电话 还以为又出了什么事 连忙问答 天祥 又出了什么事吗 也是 楚天祥几乎没有主动 给朱先生打过电话 朱先生 会馆马上就开业了 我想把情简给您送过去 还请你百忙中过来捧捧场 楚天祥说得低调而签功 朱先生想了一下 说道 你现在来长安接某某号 跟前台就说找我 他们会领你上来的 我正好也要找你聊一聊 对了 多带几张情简 我帮你送送 这又是朱先生 对楚天祥的一次考察 楚天祥放下电话 拿起一摞请简 跟戴心仪 下单打了声招呼就走了 会馆在西长安街的小巷子里 朱先生在东长安街 没法再进了 等楚天祥来到朱先生的办公室 他是真有点吃惊了 一个一两百平米的大房子 整体装修是欧式的 摆的也都是欧式家具 墙面上挂的都是油画 处处透着一种高调奢华 对油画楚天祥 是一点也看不明白 没这一束细胞 朱先生把楚天祥 让到沙发上坐下 问道 你喝点什么 朱先生 你别客气 我坐一会儿就走 楚天祥推辞道 来了就别走 中午在这里吃饭 西餐中餐都有 说着 朱先生拿起茶几上的摇铃摇了两下 声音清脆悦耳 随后一个护士走了进来问道 先生 您有什么需要 给这位先生来杯绿茶吧 估计他喝不惯咖啡 给我冰水 朱先生说道 不一会儿 茶喝冰水就端上来了 天祥 今天没什么事吧 楚天祥知道朱先生问的什么问题 他说 没事 估计对方今天才能有反应 要是有事 也得今晚和明天了 哦 朱先生只是找一个话题 他随后问道 天祥 你的身手很厉害啊 我听戴东说 你从小就练武功 你练的什么功夫 我和母亲租住的房东 就是我师父 我从小就跟着他学功夫 很杂 长拳 永春都练过 还有就是摔跤 太拳 军中的搏击术 说实话 我练的东西有点不好 伤人太重 你师父为什么要教你这些 你喜欢吗 小时候不懂 糊里糊涂的就都学会了 等长大以后才发觉 我跟人家打架总下死守 这才有点害怕 你师父是干什么的 他是华侨 在缅北非常有名 不过他现在已经七十多了 就在国内定居了 楚天祥没说 老爷子是被困住的 天祥 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朱先生有点忐忑地问 我不知道我父亲是干什么的 到现在 我也没见过他 甚至长什么样子 都不知道 楚天祥长叹一声 低下了头 对不起 天祥 我不是故意的 朱先生赶紧解释 没事 朱先生 我母亲应该是江南的大族 估计是江南省人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流落到瑞宁 离开的时候 也许我还太小 我妈就什么也没和我说 楚天祥抬起头 坚定地说 现在好了 今年春节 我母亲会把所有的事情 都告诉我 我要订婚了 我妈说 应该让我知道这些事情了 楚天祥还是少年心性 心里藏不住事 你要订婚了 女方是谁 嘿嘿 她叫曾静 HK人 她爷爷叫孙正平 HK的翡翠大王 楚天祥高兴地说 朱先生猛地震住了 孙正平 孙正平老先生 不是HK最有钱的 但是最有名的商人 现在已经不能叫商人了 叫爱国人士 某种程度 可以叫著名政治人物 而且达到了华侨 能在国内达到的最高地位 他们怎么认识的 一个是国际繁华都市里富可敌国的千金小姐 一个是边远山区穷乡僻壤的傻小子 天祥 我就奇怪 你们怎么认识的 这反差也太大了 朱先生八卦之心顿起 我去HK给老爷子看石头 后来在酒吧和别人打了一架 当时赶上曾静也在那儿玩 就这么接触上了 然后我和曾静就好上了 楚天祥说的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 这总打架像什么话 朱先生明白了 就是机缘巧合 少年男女 一见亲情 天祥 你以后想干什么 我说的是你大学毕业以后 朱先生转移了话题 不知道 真的 朱先生 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但经商是指定不干了 我真不喜欢 不像小时候 现在也不缺钱 楚天祥说话的时候 眼睛里透着迷茫 你小时候吃过苦 朱先生追着问道 小时候我妈总生病 没钱看病不说 我们连吃饭都困难 迫不得已 我初二就辍学挣钱了 后来在店里认识了戴叔 他总接济我 我们的生活这才好点 朱先生明白了 为什么楚天祥跟戴东关系 这么亲密无间 原来是戴东 在楚天祥最困难的时候 结下的善缘 楚天祥在朱先生的办公室 一直待到下午三点 两个人犹如望年交 无话不谈 相交甚欢 朱先生对楚天祥 又有了新的了解 楚天祥也感到 朱先生是位宽厚长者 菩萨心肠 告辞之后 楚天祥开车走在大街上 楚天祥突然心血来潮 有点冲动地想飙飙车 今天他还是开的越野车 有了这个想法 就再也压制不住 他一达方向盘 直接往城外开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